哈喽大家好 这颗兜兰是我早两个星期去兰园的时候老板给我推荐的其中的一颗兰花 这颗兜兰的名字应该是莲氏拖鞋兰的杂交品种 是一颗得奖的兜兰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花 这颗兜兰的花跟一般的兜兰的花不一样 这颗兜兰的花的颜色都是紫色系列的 有浅度深 没有其他的颜色在里面 上面这一片花瓣是有黑色的毛毛在上面 而横着这条花瓣呢 那些毛毛是白色的 非常奇怪的一朵花 下面这个兜型的花瓣是有 非常均匀的生子式的斑点 点缀着前子式的花瓣 再看一下上面这一片花瓣 它的经脉戳落有致 就像一幅破墨的国画 这颗兜兰的叶子跟其他的兜兰的叶子有很大的分别 这颗兜兰的叶子非常的硬 然后也没有光泽 就像你摸到一个塑胶花的叶子一样的感觉 看着就不像是一颗真花的感觉 它叶子上面有非常深的执咒 这个是它的名字 名字有一点模糊 我已经把它写在了 标题上面 这颗兜兰是种在树皮跟珍珠源的混合资料里面 看一下它长了一个新的芽在这一边 看一下这一边 这个比较大 很硬 我怕把它凹断了 看一下一点都没有一点有远的感觉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芽 然后里面又长出了一个baby 也就是说这一颗兰花还有四个芯的芽 然后这中芯这一片叶子呢 我思议它是不是又 有一个花枝要长出来 现在还 不确定它是一个花枝 还是一片叶子 这颗兜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看一下 这里开了一朵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它已经开了六朵花 这第六朵花我买回来的时候还在开着 上一次给它浇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碰跌了 现在开着的是 第七朵花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 又长出了两个花苞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最起码它会开九朵花 那天在南园看见有一颗已经连续开花开了一年半 花还一直在开 然后又长出了新的花枝 老板说 看它这个样子 它会一直的开 开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所以老板就 极烈的推荐我 买这颗兰花 这颗兜兰的种植方法跟一般的兜兰的种植方法一样 它喜欢比较湿润的生长环境 所以呢当它开始有一点点干的时候就马上要给它浇水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会一直的给大家汇报一下看它能开 多少朵花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颗这样子的兜兰的话呢就马上行动起来吧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